自从开始3月17号以来 湾区甚至是全加州的民众都要居家抗议 外出车辆大幅减少 以至湾区空气品质明显变好 梁秋玉的报道 湾区公路平日车水马龙经常大塞车 但从上星期开始全加州人都要居家抗议 许多商业也暂停营业 导致外出的人大幅减少 车流量也明显下降 湾区空气品质管理局表示 他们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车流量减少的统计数字 因为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从湾区各大桥的车流量来看 的确明显下降 例如东湾的列治文大桥车流量就减少了五成 而金门大桥则减少了六到七成 当局表示车辆排放的废气烟尘一般占弯曲空气污染的三成 这些烟尘微粒进入肺部容易引发心脏和肺部问题 而居家抗议措施实施一星期以来 湾区因空气污染死亡的案例明显减少失踪 此外每年春季从三月至五月也是湾区空气品质最好的时段 因为雨水和风也有助捷径空气 另外居家抗议至今燃料排放的氮氧化物以及化学物质也减少了四成 温室气体则减少两成 过去一星期是今年至今湾区空气最清洁的一个星期 与居家抗议前的一星期相比 奥克兰的威力污染下降了21% 圣河西下降36% 旧金山下降最多是41% 湾区空气品质管理局表示 即使没有实施居家抗议措施 湾区空气品质仍比其他地区好 当局预计在居家抗议令结束 学校 商业及各行各业都恢复运作后 空气污染情况又会逐渐回升 26台记者梁秋玉采访报道 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.ktsf.com收看